他才30岁就大小便试镜 女警察冲进来给他换裤子 他却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大喊大叫 当天晚上他再一次尿湿了裤子 父亲准备帮他换裤子清洗 他却开始激烈地反抗 他扇了父亲一个耳光 父亲突然情绪失控一拳 把他打晕在地上 父亲用冷水洗脸企图让自己冷静 回到客厅发现女儿已经醒了过来 看着女儿脸上的伤和木讷的表情 父亲心里涌上无尽的自责和不解 女儿明明还那么年轻 为什么会患上老年痴呆症 病痛从来不会因为年龄就对人仁慈 阿尔兹海默症找上的也不局限于老年人 女人名叫秀珍 是一个性格强势的律师 她已经离了婚 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因为过来的保姆经常偷懒又粗心 她把独居的父亲接来照顾女儿 就像很多母女那样 他们会时不时闹别扭 女儿有时偷懒不想写作业 她会冷着脸训斥女儿不懂事 她给女儿报了周六的补习班 女儿会因为不想去补习班对她发脾气 但也像大多数妈妈那样 每一次闹别扭都是她主动去和好 他们一起躺在帐篷里 女儿会叫她辨认先后座 女儿说找到了先后座就能找到北极星 找到了北极星就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这天秀珍送女儿去机场 女儿要去前赋内住一段时间 但在出发前 秀珍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领导临时让她发一份文件 她只能匆匆回家给领导发文件 但回到停车场时 她却愣在了原地 因为她突然间忘记了自己车子的停放位置 在原地站了十几秒后 她终于想起了车子在哪里 但当她赶到车子前 却发现父亲和女儿不见了 她打电话给父亲 而父亲此时正在买菜回家的路上 父亲很疑惑 孩子在几天前就被秀珍送去了美国 为什么她现在却着急送孩子去机场 秀珍去了医院检查 她被检测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她得了早发性痴呆 病情恶化速度要比普通痴呆症快很多 这种事情来得太突然 也让任何年轻人都无法接受 她从小到大性格强势 又如何能接受自己 变成毫无尊严的痴呆症患症 尸呆症的潜伏期长达好几年 只是秀珍在以前只以为自己是记忆力下降 她忘了不久前的中秋节吃了什么 也忘了去年生日见了哪些人 这些正常人稍微回想就可以记起的东西 她却全部已经忘记 医生告诉她这种病根本治不好 她以后会慢慢忘记更多东西 忘记亲人的模样 忘记自己是谁 她会慢慢丧失基本生活的能力 慢慢变得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当晚她和女儿打了视频电话 但却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女儿和前夫 与其让女儿分担她的痛苦 她宁愿独自承受这份苦难 之后秀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她会忘记家里密码所的密码 去公司开重要会议会忘记穿症状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 所以从公司辞职了 但是在回去的路上 她忽然忘记了回家的路是哪条 她开了很久 却发现自己仍旧在同一片地区反复转圈 那种感觉如同被世界遗弃 如同被捂住眼睛塞住耳朵 闯进了无边的黑暗 我死他 她只能下车坐在路边 打电话叫父亲来接她回家 时间慢慢过去 秀珍忘记的事情越来越多 在和女儿视频时 她会忘记女儿朋友的名字 她很害怕 害怕自己将来会忘记和她聊天的人 是自己的女儿 她能接受自己遭遇病痛面临死亡 却不能接受自己忘记女儿 这天 秀珍和父亲来参加 康复中心的患者交流会 痴呆症患者会丧失羞耻心 也会丧失肌肉控制能力 所以会不顾场合的随地小便 看到这一幕 秀珍又再次陷入了绝望 她想到了她以后也会这样 但她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 想着想着她终于崩溃了 记录都 없이 存在那里 怎么能存在那里 怎么能存在那里 那是怎么能存在那里 她又想过自杀 尝试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许是因为求生的本能 或许是因为舍不得家人 她又握紧了流血的手腕 当父亲赶来时 她只能在父亲的怀里 无助地嘶吼 在父亲给她包扎伤口时 她对父亲说着对不起 父亲没有责怪她 只是说了一句 幸好你还活着 秀珍开始试着接受现实 也开始尝试 父亲独特的治疗方法 父亲给秀珍做了 每日的行动规划表 每到一个时间点 就做固定的某件事情 只要每个时间点 做固定的某件事 这件事就会成为 固定的生命意识 即使大脑忘记了 但身体也会代替自己记住 即使秀珍将来忘记了一切 但至少能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但一切也都在往坏的地方发展 她照常和女儿打视频电话 但她偶尔会忘记 对面的人是她的女儿 秀珍以前做律师实签的 合同出了问题 她需要出庭作者 她需要证明自己当时已经患病 用来说明那份签署的合同无效 但就像那些康复忠心的老人一样 她这一次在法庭里小便世界了 她会像小孩子那样 一边哭一边喊着爸爸 之后秀珍开始慢慢失去认知和自理能力 她在超市会忘记要买什么 走在路上会突然忘记要去哪里 她会把照顾她的父亲当成变态 父亲会因为受不了而把她打孕 其实父亲和秀珍的感情并没有那么亲密 父亲曾经在国外工作了30年 他没有陪着秀珍长大 和秀珍也有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隔阂 但父亲终归是父亲 他不愿意放弃秀珍也下定了决心用余生来照顾秀珍 就像教小孩一样 父亲要把生活的常识告诉秀珍 父亲也会怕秀珍遇到危险 他要教秀珍如何拒绝别人 当你遇到坏人时 当你碰到讨厌的事情时 你要勇敢地拒绝 勇敢地说不可以 你要说你的爸爸会伤心的 你要说你的女儿也会因此而伤心 这天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在康复中心认识的男人 男人的痴呆母亲最终去世了 也意味着满人的康复中心有了一个空位 他们去参加葬礼 坐在对面的男人满脸的疲惫 为了减缓母亲病情恶化的速度 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给母亲请了护工 送母亲去康复中心治疗 在照顾母亲的这几年里 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丢掉了工作 男人的神色之间 似乎有无奈也似乎有解脱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那久病床前有慈父吗 答案是有的 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出国工作 那三十年的缺失 父亲依然坚持照顾着秀珍 有时秀珍会偶尔恢复意识 会问父亲是否感到疲惫 之后秀珍开始每天去康复中心 接受康复训练 丧母的男人应聘了护工 在康复中心负责照顾秀珍 这天男人送秀珍回家 秀珍却突然满屋子地找自己的女儿 她已经不记得女儿去了美国 只觉得女儿从她身边消失了 在安抚秀珍的情绪时 男人心里突然有了不轨的想法 秀珍根本不知道如何反抗 只知道一遍一遍重复着父亲以前教她的话 或许是心里还有一丝良知 或许是想起了过世的母亲 男人最终还是没忍心伤害秀珍 她也因为羞愧于自己的邪念而仓皇离开 男人离开后家里的闹钟响了 这是她每天要去扔垃圾的时间 她收拾好垃圾走到外面 一个小女孩朝她问好 她没有回应小女孩 也忘记了面前的小女孩是女儿最好的朋友 回到家后 秀珍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她的父亲出了车祸 护士通知她赶紧来医院 但等她拿起包准备出门时 她又忘记了自己要去哪里 直到第二天早上 她再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电话那边说她父亲已经转移到恢复室 也再次催她赶紧去医院 她走出家门后 又一次待在了园底 她隐约记得要坐车 但她却不知道车在哪里 这时她看到眼前的人都在上车 所以她也慢慢跟了上去 这是登山协会安排的免费接送车辆 目的地也不是医院 秀珍被送到了山脚下 这里没有父亲 也没有人关心她要去哪里 她一个人在山里走着 没有任何方向地往前走着 或许就如同她以前说的 痴呆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就像失去灵魂的人一样 她漫无目的地在山林里多多转转 直到晚上九点手表闹钟响起 这是她应该做肌肉康复运动的时间 大脑的记忆没有了 但身体还保持了肢体记忆 所以她抬起手慢慢拍打着 时间到了深夜 这是她要回房间睡觉的时间点 这时她看到了漫天的星辰 也好像想起了什么 她隐约中计地有人告诉过她 跟着先后坐就能找到北极星 找到北极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她找到了家的方向 也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第二天清早七点 秀珍准时在路边的长椅上醒来 她没有停下脚步 依旧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中午十一点闹钟响起 这是她上午扔垃圾的时间点 她捡起路边垃圾桶上的垃圾 一个一个装进塑料袋里 这段路很长 或许有二十公里 也或许有三十公里 但不管回家的路有多长 终归有走完的那一刻 最终秀珍凭借着身体的记忆 回到了家门口 就在她把捡来的垃圾 按照分类扔进垃圾桶时 她又看到有一辆车在接人 恍惚间 她总记得她好像应该 坐车去某个地方 她没有犹豫 再次朝着那辆陌生的车走去 她越走越近 直到有人拉住了她的手 前夫和女儿把绣珍送到了医院 此时医院的父亲已经醒了 父亲问她有没有早上七点准时起床 问她有没有换尿补 有没有准时去倒垃圾 有没有拒绝讨厌的人 绣珍确实都做到了 所以父亲的每一个问题 她都用点头回答 她来到走廊 前夫和女儿正在等她 但她已经不认识前夫 也已经忘记了女儿 她蹲在女儿面前 呆呆地盯着女儿看了很久 哦 되게 예쁘게 생겼다 你的 이름이 뭐야 내 이름은 남진아야 当母亲退化成了孩子 女儿或许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大人 当初被秀珍照顾的女儿 学会了自己扎头发 当初任性的女儿 一夜之间变得无比坚强 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 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结局 我也不愿看到最后的结局 那些被困在时间里的人 几乎已经被疾病判了死刑 但至少有人愿意靠近他们 义无反顾地抓住他们的手 那是一缕微光那缕微光的源头名为家人 OK 谢谢观看